陈晓真的是女神收割机 即将播出的情感及小日子 陈晓将与时力派演员童谣搭档 剧中二人演一对烟火夫妻 看小日子的预告 剧情非常的精彩 童谣饰演的顾莫丽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子 她与老公朱敬草的感情也很好 不过面对着生活琐事 还有婆婆的嫌弃 顾莫丽的日子也没有过得那么舒心 小日子中 童谣与陈晓搭档 观众觉得很有CP感 而这两年 陈晓与很多著名的女演员都有过合作 比如在爆款剧《孟华录》中 陈晓与刘亦菲搭档 还有在《人生之路》中 陈晓与李沁也是一对CP 童谣是1985年出生 刘亦菲是1987年出生 两个人是同龄 不过同样与陈晓搭档 因为小日子与《孟华录》是完全不同的类型 所以童谣与刘亦菲的演绎 也是完全不同 先说小日子中的顾莫莉 她是一个很典型的现代女性 顾莫莉有自己的事业 与老公的感情也非常好 而且没事的时候 顾莫莉还喜欢搞点小情调 为了能与老公度春宵 两个人还在宾馆开房 但没有想到 被婆婆知道后 却大发雷霆 认为顾莫莉不靠谱 不知道日子过 就想着夫妻之间那档子事 小日子中 顾莫莉与婆婆之间的矛盾 是比较深的 很典型的 婆婆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 对顾莫莉新的作态 还是很不适应的 甚至很反感 两个人之间的战争也是不断 而加在中间的竹镜草 自然也是不好受的 小日子这部剧 是一部烟火气很重的情感剧 这对演员童谣而言 其实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童谣这两年最出彩的角色 就是三十而已中的顾莎 顾莎虽然是这部剧的女二号 但是因为人设讨喜 童谣的演技也很不错 顾莎最终成为了 三十而已最热门的角色 风头甚至盖过了 江书颖饰演的女一号 童谣的颜值很高 演技也不错 这几年她演了很多观众 喜欢的角色 除了三十而已中的顾莎 在《大江大河》中 童谣饰演的宋运平 也给观众留下了 很深刻的印象 童谣有很强的个人表演风格 她的角色可以狠气地气 也可以很时尚 这一点 与刘亦菲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刘亦菲出道以来 就以气质飘逸著成 所以 不管是现代剧 还是古装剧 刘亦菲的气质 都是摆在那里 她的角色 自然是给观众 很不一样的感觉 在《孟华录》中 刘亦菲与陈小搭档 她在剧中饰演的赵判儿 曾是一名歌剂 赵判儿曾在风月场打滚 但是 她其实是一个很通透 也很善于谋算的女人 赵判儿一直想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她做生意有头脑 只是 那个年代 女子的身份 往往是与尊严挂钩的 《孟华录》中 对刘亦菲是一个挑战 赵判儿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角色 相反 这个角色有个性 甚至有泼辣的一面 刘亦菲对这个角色的把握 也是很不错的 也有她自己的风格特色在里面 刘亦菲版的赵判儿 也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同样是与陈晓搭档 孟华录中 刘亦菲与陈晓的感情戏 非常的丝滑 而从小日子预告来看 陈晓与童谣的搭档 成年男女之间狠育的感觉 还是非常强烈的 也期待着小日子播出后 两个人能碰撞出更加精彩的火花 小日子这部即将播出的 《家庭情感剧》 以及深刻的主题和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无疑将引起广大观众的关注 该剧由陈晓和童谣领衔主演 讲述了新时代小夫妻 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 如何打破常规 寻找新的解决之道 特别是在夫妻间的 薛定恶的信任问题上 呈现出了深刻的思考 作为男主角的陈晓 是一位演技实力强大的演员 他出演过多部经典作品 包括《梦华录》 《云香传》 《冰与火》 《神雕侠侣和路真传奇》等 被受好评 而女主角童谣也是一位 非常出色的演员 她在《三世而已》中 饰演的全职太太顾佳 以及在《大江大河》中 饰演的女孩宋运萍等角色 都深受关注喜爱 朱镜曹宇 顾卧力在上海结婚后 原本以为可以过上 平静幸福的小日子 然而 双方父母打着爱的旗号 介入他们的生活 使得这对小夫妻的婚姻 岂岂可危 面对离婚症的到来 他们和双方家庭 开始了一场关于信任 财务和异地的考验 最终 他们渐渐明白了 家庭的责任的真谛 双方父母也学会了放手 小夫妻重归于好 这部剧充满了 现代都市生活的烟火气 通过小夫妻的婚后生活 展现了不同代际之间的鸿沟 用现实故事阐述了家庭的意义 陈晓在新剧中 以黑色短发 简约时装的形象亮相 妆容淡雅 神情严肃 展现出一个深沉 有内涵的成年男性形象 而童谣则穿着时尚大气 妆容精致 气质高级 尤其是换上别致的西装和礼服后 更是名愿饭始祖 两人首次搭档演夫妻 站在一起实险的分外般配 据男量女的组合让人眼前一亮 作为实力派演员 他们的演技呈现 自然也不会让观众失望 除了主演外 小日子的配角阵容同样抢眼 白玉蓝奖 飞天奖 金银奖的时候获得者仨日那在剧中饰演 顾茉莉的母亲张善雅 她以强势且乖背质的母亲形象 给女儿带来了许多压力 新剧中 她穿着花色衬衫 留着微卷的短发 花白的发根和沧桑的面部状态 将老母亲的慈祥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实力演员 影儿在剧中饰演女主角的好闺蜜沈流流 她以干练利落的短发 皮和大耳式的形象亮相 撒气十足 而延迟与实力并存的乔震宇则饰演汪灵霄一角 她的加入无疑为剧集增添了更多看点 此外 曾在那年花开月正园中有出色表现的余浩明也加盟该剧 饰演出色的企业家江海涛 她的出现将给朱镜草和顾茉莉的关系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此外 该剧还有杜海涛 月红 王院可 赵军 田一同 周大为等实力派演员参演 月红凭借精湛的演技获得过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新剧中她将饰演吴玉兰一角 王院可也是观众熟悉的演员 她在多部剧集中都有出色表现 新剧中饰演高下精一角 扮相温柔 气质不减当年 纵观小日子的演员阵容 无论是主演还是配角 都是实力派演员 他们的精湛演技和默契配合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和情感的盛宴 期待这部充满烟火气的现代剧早日上线 让我们共同见证新时代小夫妻在生活中的成长与蜕变 陈小和童谣此前曾有过多次合作 他们在锦绣为央等剧中展现了出色的默契和演技 因此在小日子中的合作更是备受期待 两人将如何在荧幕上再次展现夫妻之间的情感碰撞和默契配合 让我们拭目以待 小日子以现实生活中的家庭问题为背景 突出了夫妻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 剧中将涉及到工作压力 家庭责任 婚姻矛盾等多个方面的情节 通过幽默风趣的叙述方式 引发观众的共鸣和思考 这部剧不仅仅是一部家庭文理剧 更是对当代家庭价值观念的一次探讨和反思 通过夫妻之间的互动 展现了现代人在家庭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同时也传递了关于爱 责任和成长的深刻内涵 小日子的剧情设定和演员真容都备受期待 这部剧的播出无疑将引起观众的关注和热议 相信在陈小和童谣的精彩演绎下 小日子一定能够成为观众心中的经典之作 引发更多人对家庭生活的思考和感悟 让我们一起期待小日子的播出 感受陈小和童谣带来的欢笑和感动 无论是在剧中还是现实生活中 都希望每对夫妻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小日子 一同享受生活的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